來關心總統 馬英九去參加 巴拉貴新的總統 卡提斯的主席典禮 包括馬總統 總共有六個國家元首 還有世伯家的王徒都有去參加 卡提斯在主席演出當中 也特別說到 希望可以加強跟臺灣的關係 整片紅色旗海 巴拉貴新的總統 卡提斯 在總統府 頭前的巴拉貴和共產黨紀行總統 主席典禮 包括臺灣總統 共產黨紀行總統 還有世伯家的王主 都交通來慶祝 馬總統也坐在巴西總統羅塞福 還有有六個總統 負西亞中方 華東這麼密切 卡提斯在主席演出當中 也全港公共從臺灣來的慶祝團 表達要繼續進化兩國的邦告 巴拉貴登記這間紅棟 在上一次選舉是 這次卡提斯的動算 可以恭喜典禮帶回來這件款 並將對這個總統講記憶 巴拉貴的證據不穩他們的上一任總統盧哥在去年遭到罷免 直到今年選出了他們的新總統 就是紅黨的卡提斯來當選 因此支持他們的民眾 都相當期待就職典禮的這一天 雖然政治不安 但是巴拉貴面中記台新的政府可以開創更加好的經濟